好時間來到七點十九分要帶大家來關心天氣了 本週最後一天上班日大家心情都很好 因為明天開始就要放三天的中秋連續假期 但還沒上有個颱風 最近呢秋涼的感覺也有些明顯 在早晚感覺都要加進一 最重要就是賞月烤肉會不會被這個颱風給影響 直接或間接影響都相當重要 時間就有運翔帶我們來了解 運翔早安 好資訊早安各位觀眾大家早安 的確真的中秋節當然要烤肉啊 還有這個賞月就是必備的 那大家很關心 接下來就是中秋連續假天氣怎麼樣 我們來看中秋節其實原本是好天氣 可是現在呢恐怕會有秋台來早局 被台灣的漲雨機率是提高的 我們先帶你來看到衛星雲頭 您看到嗎 台灣附近這個海面上面 目前就是這個來早局 是熱帶性的確在發展當中啊 而且您看到哦 這結構是蠻完整的 預估在今天呢早上的上半天 很可能就有機會增長了 今天第十二號的颱風叫做梅花 好我們就來看看它的路徑 好以目前的氣象局遇過路徑 您看到它呢 這個是以緩慢速度往琉球 那麼台灣東方海面來前進 那外來的路徑喔 氣象魚故事以偏西轉西北的方向來前進 預計就是說會來到琉球群島 東南方的海面時候 它逐漸來北轉 好但是北轉的角度有多大呢 現在這個路徑喔 變數還蠻大的 我們再密切做觀察 好雨區預報也來看一下 既然全台各地呢會稍微回穩一些水氣來縮小了 所以呢大多是多雲道琴的天氣 好您看到主要呢是這個陰風面 金融北海岸東半部地區有些零星的短暫陣雨 而中午過後的話 你看到雨區就壓在這中南部的地區 特別是山區 就要留意一下短暫雷陣雨 至於中秋節來了 緊接著明天 中秋連假到連假三天呢 我們告訴您的是 天氣會分成兩個波段的變化 先來看到這邊 好這個是在今天到明天 中秋連假第一天的白天 在白天的部分呢 天氣都還是相對穩定 各地多雲道琴 苗栗以南喔 你越往南走的話 天氣是越好 可以好好把握這個機會來出遊 好但是呢白天高溫 普遍來到三一到三三 溫暖舒適 可是你看到到週六的晚間開始 好到了這個週六晚間 北部東半部 零方面水氣就開始變多了 而且開始會偶有雨出現 一路會影響到下週二左右 也就是說中秋節呢 從週六的晚間一直到週日 接下來這個中秋連假 可能天氣就會有變天的感覺了 整體來說其實這次中秋節喔 中南部的賞月指數會比起北部來高 而且連假賞月早晚也是比較偏涼一些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了 記得要多多的添加外套 多加留意天氣上的變化了 再把時間交換給自立 好感謝雲翔提醒喔 當然颱風現在看起來對於台灣來講 不會有直接影響 但是颱風的變動度是相當高的 不要忘記上一個颱風 本來都說不會來的 最後呢也是相當驚險才能過關 因此要隨時緊盯 不過現在天氣看起來呢 南部的天氣會比北部好 所以北部的民眾 有烤肉 有賞月 有戶外活動的 要有雨備的心理準備 也再次感謝雲翔 接著說明你不一定要 一起去辣 就別到地上 吃了 但是我還沒吃了 真的 我 你 你 我們